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比较真正正走上街头的时候 大概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 那时候我在电视上面看了 就是一些学生啊 他们都在立体发挥外面示威啊 游行啊 然后警察就把哪一个 我们叫共鸣港肠把它封出来 把他们围倒 然后我就看着在电视上面看着直播 然后我就看着第一时间我就想 香港应该不是这样子 在中文大学那一天 我来一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 只是抓我觉得没那么害怕 哪一天我真的怕我自己会死掉 在哪一个晚上中文大学 第一次有这个感觉 那些脆略打哪 降教指打哪 那些部队打哪 是没有听过的 不停的不停的 不停的你只听到它啪啪啪 然后哪一遍就啪啪啪啪啪 就是打中铁板 打中其他东西的声音 一方面就是它开枪的声音 我们在八月中的时候就开始弄 在家里面弄汽油档啊 然后就拿去去用啊 就是怕给警察抓 我的公司就开始收到一些 威胁的email 还有那个email里面 有提示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也一直 也有就是晚上 晚上分年去拍门啊 去我家拍门啊 一去去就没有人啊 有这个国安法的香港 根本就不是香港 全世界也不会当它是香港 这个就是尽尽切切的 把意思恐怖 一连起子它都公布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就已经是先动国家颠覆 也颠覆国家的竞权罪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除了大陆 全世界我也没有听过 所以如果你问我 在台湾往后的想法 我就是想 我自己跟我的队友啊 其他的 现在就是想开一个服务店啊 跟希望我们自己 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机会啊 有养活我们自己 我今年四十五岁 我只是在香港 我一直是做电影的 那已经十多人了 在香港做电影 其实我十一月在底带里面呢 就是不小心抽烟的时候 把内纱 拖下来抽烟 然后就给人家拍到 没拖出来一两天后 我家的玻璃就给人家 给我拖了 然后我就开始 在香港我就开始 几天住一个地方 几天住一个地方 不停住 管住的地方 然后到二月 就是时候 因为台湾要服管 那时候我就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会很乱 就是香港技巧 所以那时候我就 心会混乱的时候 就跑不来 如果真的有一场 决定性的这样要打 可能我们就会回去打 就是十 也跟那些抗争的意思是 就是如果可以赢 就一起赢 在最后 只是哪只是骗子 只是因为 哪个武力根本不对的 只是哪不硬的 香港还有未来吗 我自想是 这个香港就 已经不会再是我们 生长的 我们成长的香港 已经是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 香港 就是 香港已经不是香港 可是香港人 会在 外国其他国家 会继续做香港人 香港人变成 看起来变成一种精神 就是有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 越打压 我们越反抗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